今日FTB记录 那我们这个FTB记录的话 我们会记录说你今天FTB 我们在上传资料的话 我们会做 把它做一个 记录的动作 那我们的启动的方式是 在我们的管制条例里面 我们先切到管制条例这边 我们随便点一个 那可能就是设定看是谁要做记录 是谁 那最重点是我们记录器设定这里 FFTB记录这里要打勾 你这边打勾 我们才会把FTB相关记录做一个 那个 测入的动作 那我们再回到FTB记录这边 我们可以去看说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是电脑名称 IP位置 以及MAK 以及他记录状态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上传的 连线记录等等 或是他 上传哪些档案等等的 这样的资料